我接下去就是玉茶 玉茶我會拿出一個玉茶 就是舒適,在這裡用一個玉茶 如果你要做到很正常的火灶 或是做什麼東西 你絕對差一點就做不出來 譬如你要學一個簡單的 我現在這塊,沒關係,我常用空白 你要學一個玉茶 你要做這個玉茶的時候 你要這樣做,差一點就洗了 一支一支,一支一支 所以越買越多,原因會越來越 玉茶到這個,現在還說的是 有豆瓶還是沒有豆瓶 這就是鐵瓶 鐵瓶也有分兩種 我剛才再說不清楚,再補這個 有種是全靈的 一種是鐵瓶 鐵瓶,鐵瓶的意思就是 你比較好看 你整支都靈的時候要看 很難看,比較硬 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硬度比較有 你要做啪啡做什麼 很好吃 現在就是鐵瓶,它的好處就是 好滑,也不覺得比較厚 它這個特殊在包 都包一堆的小孩而已 這瓶,所以這瓶雞 現在很快要跟您說 因為當時跟國人跟您說 不知道 瓶雞雞這瓶跟這瓶的重要性 就是說這瓶一定會變差 這瓶雞是一樣的 這瓶一定要抹到 一邊抹半、一邊抹乾 一邊就成功 一邊抹好、一邊抹一邊抹 就抹一邊抹好 即便抹一邊就好了 這瓶就不能抹一邊抹 這瓶,你是抹的時候 這個啊,我們在抹 抹,抹太夾 會變這樣 硬硬的,會討厭 會吐吐吐吐,會吐吐吐,會吐吐吐,如果沒有太刀,就變成這樣,會變成這樣,不然你吐不中,所以你拆, 它剛才用來的時候,大腰都很準,但是如果沒有好寫,你沒有照理它,所以這要很耐心, 如果沒有牙齒,都沒有急,慢慢地刺,要抓好準,你自己怕牙不準的時候,你自己稍微抓這個, 想說的跟你們說,等這個時候,要跟你們說,這些打牌和橡皮,包鐵,整個機器都跟,這也是一樣, 這就是,因為這些,為什麼本來的大腰剛才在做的時候,都沒有用茶便,因為茶便和橡皮,有塊點和油點,一般古早在做,還是做廟,大部分都沒有用茶便, 這原因一代,就是說,你要做沉的,沉叼的時候,譬如說,我現在直接後面拿一盒,現在拿一盒, 所以沉叼,沉叼你如果,譬如說像這個小雞也有,這個地方你要撐的時候,你幾乎不會中, 這個比較沉下去,你如果像這個大雞,你即使說很小雞的茶蓋,因為這個茶蓋是我特別定的,你買不到這個茶蓋, 這個銀茶也有什麼,小雞也像這樣,你如果像說,你大雞,這個會撐到,在做下去,到盤子做, 所以廟的在做,大部分都是用鐵盆這樣,這是,他們說,有一個,不說沒機,剛才工作很多孫, 那時候,大雞來一個,探山,他們都說探山,過台灣,探山,他們說我探山,好像不太好聽, 那大家都是這樣叫法,說探山這樣,他就是,拿這個家具過來,拿這個家具過來的時候, 他也有一個大雞,他也有一個大雞,他也有一個大雞,他也有一個好用的一面,就是,他用的東西不像這個,這是用鐵盆,這很出名,你鐵,就是要對炒,所以這個會越跑越沉下去, 你這個炒盆,你用炒是也可以的,現在大家都,南西兩項都有用,這都一樣的用力,但是,你如果全用炒盆的位,就是用鋪桃,鋪桃的就是像我們一個,那個,那個,一個像像斧頭,但是它是,不是來來的斧頭,像我們共同一樣,這樣翻一翻,抓下去,這樣翻這樣,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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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好處就是,會受力, 所以,它要做的,一陣子,大家在新冬,回家發展的時候,生理回家的時候,大家越做越大雞,以前是都做這樣,線條都比較小,不然越做後,不然又有機器之後,大家做一個雞鈴,做雞鈴,都做很輕的, 差用很輕的,人家說,到底是在賣新冬,在賣差,一陣子的人都這樣唱,腳都很大雞的嘛,很大雞,你要用那個來做,很輕的,陷入去砍,很輕的,很有力的,這樣,速度近,以前是因為, 中國都手工得多,人多,所以,很快的,那時候,就是說,大客當中,就是,你出門去,都聽,起起咕咕咕,起起咕咕的聲音, 沒有聽到,那邊都聽到,起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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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